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定于今年的十月 在中国武汉举行 将有来自大约一百个国家 近万名军人参加这场盛会 今天上午 军运会在南昌举行了 火种采集仪式 并且启动了火炬船地 上午七时许 在南昌八一起 纪念馆内革命就职前 练是方志敏的曾孙女 担任本次彩火使者的方明露 双手吃彩火棒 在彩火盆前站立彩火 火种成功点燃 上午八时 火炬船地在八一广场启动 本次火炬的船地主题为 共享友谊同住和平 而作为首站的南昌的船地 船程约为一千米 由二十名火炬船接力完成 第一棒火炬船十二运冠军 原军队跳水运动员彭博 其他火炬船也来自各行各业 有基层代表退伍军人等 最后八一南南主教练王志志 作为第二十棒火炬船 手持火炬跑上主席台 点燃圣火盆 在南昌英雄城第一棒 这个火炬接力的这项活动当中 我能作为第一棒的火炬手 心情非常的激动 非常自豪 我也相信火炬舰而在这次比赛上 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火炬船地作为世界军人运动会 重要的宣传和推广活动 下一步将主要在军营 和承办城市武汉进行 10月18号晚 火炬将最终进入 汉市军运会开幕式主会场 并点燃烛火炬塔 央视记者南昌报道 他room 核 sini 您小时